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身潜入千家万户 帮着生火做饭 助人团圆 然而 一场洪灾夺去了家园 大水毁灭了瑰礼籍 居民被迫南下迁回黎月港 路途虽不很远 途中却有狂风骤雨 先人护送明镜走了十多天 期间 造神制作出一种古老的美食 由囊与能驱失驱寒的肉酱组成 以于携带 后来数百年 大地上有灾难与疾病 造神不再频繁出现 而是将全部力量汇入土地 用以平息种种灾害 耗尽力量的造神 知性大减 身形也变得很小 最终于我们告别时 已不足以人告 他将带来幸福的菜式与炉火的奥妙 告知帝君与我 自己去往山林 久久地睡去 造神此行此事 锅巴便诞生了 醒来那日 他知道黄衣女孩做的腊肉窝窝头 虽记不得往事 仍被打动了 决意要跟着这个女孩 造神悄然消失后 每天清晨 上饭早早地开始拜坛吆喝 人们外出采买 生火做饭 与过去每一日并无区别 因为黎月啊 从来都是如此 风雨游注 山海同欢 事成天地之诱 心仪斗转 沧海桑田 烟火人间依旧 功名在我 百岁千秋 无望摒烛夜游 金谷诸世 激荡中流 红图待看新秀 雅兰无望摄影韩 公司 卖眈 雅兰无望摄影韩 公司 瘦韦 雅兰无望摄影韩 公司 瘦韦 公司 超编影韩 公司 从来都来都来完美